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28号星期一 亚太时间是8月29号星期二 大男人电话中哭诉半个小时 一位父亲崩溃大哭当中 拔掉了自己孩子的氧气管 中国人活下去真的是如此的艰难 而有人爆料习近平不想给老百姓发钱纾困 原因非常荒唐 另外有海外的鸿梅直接点习近平的名字 指责他是问题的根源 而习近平也确实出现了一个反常又诡异的举动 在谈这些内容之前提醒大家 Domaroller这个玻尿酸面膜我们将卖断货了 优惠折扣即将结束 有需要的朋友请您抓住最后的机会 这款面膜是德国产品被称为面膜中的爱马仕 用过的朋友都知道 跟它的质量和优点相比价格不贵 第一它用的是顶级蚕丝棉制作的 能够细腻地覆盖到肌肤 第二它含有高浓度高品质的玻尿酸 不仅可以补水还可以修复受损的肌肤 简单细纹 这是其他面膜没有办法比的 所以呢包括杨幂啊林志玲啊 晋东啊等等所有这些大腕的明星们啊 他们都在用 当然我也在使用 视频下方有链接 结账时呢输入折扣码 XWKD 您就可以在原有折扣下 再享受85折优惠 我给您的价格 请记住一定是全网最低的 另外呢如果在这个链接下 您购买满了70美元 那么全美国境内都是免费包优的 最后再次提醒您 优惠直到本月底 最后这几天请您抓紧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今天的话题内容 今天在推特上看到一段视频 一名男子表示 他的一位大一同学 是北京某大型建工集团 下面子公司的副总 电话中得知 这家国企的很多公司 发不出工资了 那位副总所在的公司 已经是四五个月 才能发一个月的工资 拖欠的很厉害 目前整个房地产建筑市场 非常不景气 多个头部房企挨个暴雷 现在都比较迷茫 昨天还看到另外一段视频 在北京铁路局的大门口 很多身穿制服的铁路局工作人员 聚在一起讨要工资 他们质问 为什么北京局比上海局挣钱少 钱去哪了 要求见局长等等 还有一段抖音视频 一名男子表示 广州现在很多家庭 截不开锅了 有的甚至连一两千都拿不出来 这名男子的老朋友 房贷已经逾期五期了 每个月的还房贷都要六千左右 还有几张金融卡 家里的生活开销等等 老朋友在电话那头一直在诉苦 每天看到电话消息都担心是催债的 现在感觉整个精神已经恍惚了 一个大男人在电话里哭了半个小时 视频中介绍广州这种事情很多 一般中等家庭收入在一万五左右 每个月光还各种贷款和利息 就得一万左右压力非常大 北京和广州都是中国的一线城市 百姓的平均收入比其他地区要高出不少 但是这几个视频当中提到的情况 至少是这两个城市当中的中产阶级 但是连他们现在都已经出现了经济困难 那么那些更大部分的普通百姓呢 去年底中共打开牢笼铁门 在华东经营制造香水工厂的杨老板 盼望着经济会出现复苏 于是投入了四五十万人民币 借以提升产能 没想到大家都不花钱 现在的订单只有五年前的三分之一 情况变得更糟 27岁的潘先生从事的是广告业 前几年他不断的跳槽换公司 他发现客户现在越来越不舍的花钱了 他自己也变得越来越节省了 他说大家都过得挺难的 没有什么钱消费 就在前几天 有一段让人看后泪崩的视频 一位父亲面对着躺在病床上的孩子 绝望地大哭 这位父亲亲手拔掉了孩子的氧气管 孩子疼得大声呼叫 爸爸救救我 这个时候父亲早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虎毒不食子 作为父亲 他怎么忍心拔掉自己的氧气管呢 那意味着什么这位父亲比任何人都是清楚的 是因为这位父亲再也拿不出一分钱了 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中国经济低迷 国内外呢都希望 中共政府能够像美国政府一样 在人们困难的时候 直接给人们发点钱纾困 解决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问题 如果当局能给这位父亲发一点钱 他怎么可能忍心拔掉孩子的氧气管呢 但是非常遗憾 习近平不愿意给老百姓派发福利 有知情人今天向《华尔街日报》透露 习近平认为给人们直接发钱 跟共产党意识形态不合 西方那一套不适合中国 世界银行前中国区主任说 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不愿意 习近平一代表示 中国不应该建成一个西方式的福利国家 知情人表示 习近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历了很多苦难 当时他住窑洞挖沟渠 这帮助他形成了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观点 而西方的社会支持只会助长懒惰 8月16号党刊求是发表了习近平2月份的一个讲话 表示有意避免采取更多西方的刺激措施 他敦促人们要有耐心 知情人指出 这个阶段发表习近平早前的讲话是有意的 意在回击国内外 敦促北京采取更多措施 帮助经济的声音 当天的《学习时报》也发表文章 专门反对向消费者发放现金 声称这么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 但是这样做的成本太大 在中国的情况下是绝对不可行的 了解北京最高当局想法的人士表示 习近平多次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比如2016年 他对促进百姓消费就表达过看法 当年在启动扩大工业改革之后不久 习近平表示不应该优先考虑需求 而应该解决有效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 以免过度依赖从海外购买西方供应的商品 在后续的讲话和相关的著作当中 习近平也不断的警告 如果采取过多措施支持家庭促进消费 将会带来风险 比如去年在党刊求是发表的文章当中 习近平就警告地方政府不要做出过度保障 这可能使国家陷入福利主义 这就是为什么北京领导人见死不救的原因 中共领导人要让中国的百姓尝尝他所经历的苦难 习近平是希望中国百姓都像他一样 多经历一些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苦难 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要人们像他一样的艰苦奋斗 这才是中共的意识形态所需要的 其实中国人讲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自己都不愿意经历的苦难 为什么要让别人去承受呢 这种想法这是有多不正常呢 更何况这不是吃不吃苦的问题 不是艰苦奋斗的问题 而是救命的问题 但是北京领导人 为了让人们艰苦奋斗 为了符合中共的意识形态 不愿意出手救命 宁愿看着人们崩溃死去 不倾注爆料的这些人呢 对华尔街日报透露的这些内情 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有可能是再替习近平当局解释 但是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 也有可能是再向习近平当局表示不满 甚至是发起挑战 相比较华日的这个含蓄 那么纽石就几乎是指着习近平的鼻子 开骂了 今天的纽约时报在标题中就直指 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中共高层 文章隶属了习近平当局的种种问题 包括力挺国企 打击私企 导致大量失业等等 造成了国内外种种困难 正汇聚成一个通缩悬拨 并且越来越难以逆转 文章表示各种数字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停滞 中国的消费者和企业正在对中共政府失去信心 中国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 文章直接指出 如果习近平主席的政府不能解决这一根本问题 那任何其他措施都很难阻止经济持续恶化 在另外一篇文章当中 说法更直接 文章表示相比较2018年中国股市暴跌的时候 习近平曾喊话 让人们抱着乐观态度 但是近几个月来 习近平几乎不提经济了 文章指出 中国现在面对的问题 若干是因为习近平政府改变政策所致 我们可以看出一点 纽约时报是把所有的问题 现在中国出现的所有的状况 几乎都归咎到了习近平的头上 似乎是在指着习近平的鼻子 在隶属种种不端 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少见的 我们知道中国目前出现的这些问题 一分为二的说并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 而是中共的极权统治这种体制给造成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几十年的中共暴政统治走到今天 已经是尘磕难返了 只不过经过习近平政府的这个极致发挥 加速的使中国经济全面坠入了悬崖 使中国各方面的问题是愈发的恶化 换句话说 习近平当局是有不容推脱的责任 但是不能担下中共所有的罪责 而纽约时报把所有的问题都扣在了习近平的头上 对中共前面的那几十年的问题似乎是视而不见 这就有问题了 很让人怀疑是不是江派势力在趁机对习近平发起挑战 甚至是落井下石呢 大家知道前些年江派投巨资在纽约时报做广告 并且收买其中的一些编辑记者等等 所以这家媒体时不时的就帮助江派放风 对政敌进行打击 但是后来在习近平上大位之后 发起了反弹打虎运动 大量的江派官员纷纷落马 纽约时报也逐渐变得消停了一点 不再像以前那样的明目张胆 直接放黑料打击政敌了 但是这两篇文章直接点出习近平的名字 指出若干是因为习近平政府改变政策所致 这个说法颇有批斗习近平的意味 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很可能是反习势力对习近平的发起挑战 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另外一件事 前天 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 习近平在新疆听取了当地党政机关的工作汇报 也就是说习近平是在南非参加完了 板砖领导人峰会之后并没有回到北京 而是直接去了新疆 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举动 习近平为什么不回北京呢 根据中共官媒的报道 参加会议的不仅有跟随着习近平前往南非的蔡奇和王毅 而且中共统战部长石泰峰 中组部长李干杰 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中共副总理何立峰 还有政法委书记陈文青 以及公安部长王小红等等 都出席了会议 习近平在这个会上要求 要把维护社会稳定始终放在首位 抓稳定和促发展统筹结合 并且还要求把反恐反分裂斗争 与推动维稳工作法治化常态化结合起来等等 在这篇讲话当中 习近平至少提到了八次稳定这个词 我们知道中共向来是缺啥喊啥 反复强调稳定 那显然中国国内已经不太平了 不稳定了 但是习近平没在北京喊 而是在偏远的乌鲁木齐来喊 会不会是感觉到了北京不安全呢 或者说这个不稳定的原因就在北京呢 所以在乌鲁木齐这边先避避险呢 大家知道2006年5月 那个时候时任中共军委主席的胡锦涛 是到黄海 他乘坐着一艘导弹驱逐舰 到北海舰队去检阅 正在检阅进行当中 突然有两艘中共的军舰 同时向胡锦涛乘坐的驱逐舰开火 当时就打死了舰艇上的五名海军 遭到突然袭击 惊慌失措之下 这个驱逐舰就立即调转方向 发疯一样的驶离了舰队的演习海域 直到安全的海域 然后呢为了避免啊 再次遭到暗杀 胡锦涛马上换成这个舰艇上的直升飞机 飞回了青岛基地 到了青岛仍然不敢做任何时间的停留 马上又飞走了 不过呢胡锦涛没有直接回北京 担心北京那边会出问题 直接飞向了云南 直到一个星期之后 处理好了一切事情 胡锦涛这才敢回到北京露面 据香港媒体后来报道呢 暗杀事件之后 被拘捕的舰艇官员供人刺杀命令 是江泽民下大楼 江泽民命令军中的心腹 海军司令张定发 对胡锦涛是两箭夹击 以确保万无一失 也就是说让胡锦涛避死 但是胡锦涛命大 躲过了刺杀 如今习近平外访回国 没有直接回到北京 直接去了新疆 会不会习近平也遭遇到了 胡锦涛当年遇刺之类的情况呢 以目前中国国内的这个情势来看 习近平感受到生命威胁的可能性 是比较大的 但究竟是不是这种情况 我们还得继续观察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一点中日关系的情况 昨天日本政府宣布 福岛附近的海水放射性低于检测值 并且呢 昨天是第一次开放外国媒体 参观福岛第一核电厂内部 日本当局的一系列做法 显然是要消除人们的疑心 特别是来自中国方面的这个反对情绪 但是很遗憾 显然没有什么效果 来自中共国方面的这个反对声浪 丝毫没有减弱 甚至中共还在暗中煽风点火 已经成功的绑架民意 上升到了中日关系的政治问题 有照片显示 中国大陆某地举行游行的爱国粉红们 甚至在横幅上打出了对日本人的果骂 怎么骂的我就不说了 通过这个照片呢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现场参加游行的那些人们的那种亢奋劲 而就在游行队伍前面不远处 照片中可以看到 有一名中共警察就站在那里 没做任何的制止动作 据NHK报道说 到今天为止 日本工程县白石市知名观光景点 工程藏王狐狸村 已经接到了100多通辱骂电话 有时甚至每隔一分钟就有电话打进来 另外有日本福岛境内的一家餐馆 晒出了一组电话号码 国家代码全部显示是86 86正是中国的国家代码 有日本网友披露 针对不相关的餐馆和私人住宅 来自中国的骚扰电话 每天超过1000起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在山东青岛有人向日本人学校校区内 投掷石块 在江苏苏州的日本人学校 有人向校区内投掷鸡蛋 在上海的日本人学校 有人向学校拨打抗疫电话等等等等 面对着中共国反日仇制的浪潮 日本首相岸田门雄金天说话了 他对媒体表示 日本国内最近相继接到大量 来自中国的投诉和骚扰电话 一些日本驻华机构也接到了类似电话 中国民间不理性抗疫行为令人感到遗憾 希望中共政府能敦促人们理性行事 在今天稍早前 日本外部省事务次官 刚也正进 召见了中共驻日大使吴江浩 向中共提出抗疫 指出中共限制进口日本水产品 不是基于科学 并且表示日本国内接到很多中国打来的骚扰电话 极其遗憾等等 而吴江浩没有正面的回应 反而是反咬一口 表示中共使馆近日接到大量来自日本国内的骚扰电话 对使领馆正常运转造成严重干扰 但是呢 中共方面一直都没有提供遭到日本民众骚扰的相关证据 在今天的中共外交部记者会上 日本记者提问 针对日本学校被砸石头和鸡蛋等行为 还有大量的电话骚扰情况等等 中共方面会采取什么措施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则是答非所问 把问题再次引向了日本 王文斌声称中共一贯保障在华外国人的安全 但是如何保障 他没有说 也没有说是否会制止那些恶劣行为 反而是再次强调日本政府的问题 王文斌表示 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 强行启动辅导和事故污染水排海 国际社会普遍持批评态度等等 作为中共发言人 王文斌的这些说法 等于是对那些砸石头和鸡蛋 以及电话骚扰等行为的变相认可 这个意思就像是说 日本向大海排放河处离水 人们就会向日本学校砸石头砸鸡蛋 等等等等 换句话说 中共就是在变相鼓励国内的那些小粉红们 向日本的学校等机构砸石头和鸡蛋 进行电话骚扰等等 中共是鼓励这样做的 所以从这一系列的事实 我们就可以看出 中国民众的反日仇治浪潮高涨 是因为中共在背后煽风点火 推波助澜 而这种势头发展下去 毫无疑问 中日关系势必会更加紧张 在前面的节目中 我就已经说过了 中共这么做 目的就是在转嫁危机 把中国人对中共倒行逆施的种种不满 转嫁到日本人头上 让日本人来背锅 这里顺便提一下 2013年11月2号 中共官媒中新网曾经有一篇报道 文中引述中国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 兼总工程师王金南的一些说法 指出中国环境与污染的问题 在北京大学举行的 中国与世界环境保护40年论坛上 王金南表示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 是压在中国头上的三座环境大山 王金南表示 几乎所有污染物的排放量 中国都是世界第一 其实呢 如果有独立思维的人 越是这个时候 越是中共鼓噪的时候 越应该反向思考一下 为什么现在中共 引导国内反日仇治的渔情呢 是不是中共本身出了什么问题呢 是不是中国国内有什么状况呢 如果有这样的思考的话 一定不会随波逐流去反日仇治 那这里呢我还有两个小的消息提供给大家 仅供参考 就在中共宣传部号召人们反日之际 武汉市所有的日本料理饭店全部满园 说明什么呢 有人在微信对话中说 武汉市几乎所有的日料店全都爆满 定不到位置 绝了绝了 另一个消息呢是 中共国内反日仇日轰轰烈烈烈 但是日本媒体大阵仗的报道 迎接第一批中国旅游团到日本吃海鲜 中共国内在全面禁止日本海产品 而中国的游客却前往日本去吃海鲜 这又说明什么呢 希望中国的百姓都能够思考一下 不要再被人愚弄了 那好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呢 请别忘记点赞留言 也希望大家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并加按小铃铛 如果您有意愿向我们捐助 视频下方有捐助链接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向我们进行捐助 当然大家也可以订阅新闻看点的会员节目 另外呢 我们的节目啊 通常会在干净世界提前播出 大家也可以到干净世界来提前观看 好了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明天待会